最近在帮很多的同学和家长做本科或者硕士的选校 我发现有几个都是同时被西北大学和杜克大学录取 在这两个学校当中来选择 所以我自己也做了一个研究 想把这两个大学做一个相对比较深入的比较 首先我想说这两个大学是非常相近的 招生的调性是差不多的 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被西北大学认可了 可能你也会被杜克大学认可 那么来具体分析这个学校 第一咱们来说它的排名 这两校很有意思 它的本科排名都是并列第十 所以都是非常好的学校 而且一个家长还专门让我来查历史的记录 到底哪个强哪个弱 所以我就给他查了 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这两校的排名 在最开始的时候 杜克都是前十 第八名第九名比较多 那西北是第十三名十二名 基本上是在十二名左右 到了2020年 西北大学的排名超过了杜克 今年这两个又回到同样的 所以在历史上 大家心目中认为 杜克是北西北 更有名一点点的 但是西北现在上升的尽头很足 那么在专业的学院方面 这两个学校的商学院都非常强 而且这两个学校商学院都是研究生院 没有本科的学位 西北大学今年的商学院排名是第二 杜克排名第十一 工程学院西北第十七 杜克二十二 法学院西北十三 杜克十一 医学院西北十七 杜克六 所以在我们传统的观念来看来 这个法学院和医学院是非常反映这个学校的历史和它的能力的 那这两个杜克都高 但是在商学院和工程学院的这种变化比较快的领域 现在的西北要压杜克一头 另外一个因素 我看了学校的基金会 令我很惊讶的 是我才发现西北大学的基金居然比杜克要多 西北大学有140亿美元的校基金 杜克有121亿美元 那么他们有多少学生呢 西北大学呢 本科生有8500个学生 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呢 有14400个 那杜克呢 要比西北的学生少得多 本科生有6789个学生 研究生呢 有9991个学生 所以研究生比西北呢 要少40% 本科生呢 要比西北呢 少四分之一 所以呢 你的这个校基金分到每一个学生的资源呢 杜克呢 是要稍微更多一些 好 那我们看这两学校的毕业的学生人数和产出 西北大学呢 2020到2021年 这个学年度呢 他毕业了2144名本科生 毕业了4367个硕士生和461个博士生 那杜克呢 他毕业的人数 本科生是1854 硕士是3170 都远低于西北 他的博士生呢 毕业了568个博士 这是高于西北 所以呢 西北大学产出的本科和硕士比较多 他的博士的产出呢 不如杜克多 所以杜克呢 是一个研究性更强的大学 好 那我们说完了硬指标 我们再说一些软的方面 西北和杜克这两个学校呢 他的校园文化呢 是很不同的 杜克呢 人称是南方的哈佛 所以他是比较庄重 比较传统 相对比较保守 这样的校园的文化 那他接纳的很多学生呢 是南方的富豪和学霸 他们的孩子 那西北的校园的文化呢 是比较青春 比较开放 比如他每年有校园的艺术节 会请乐队呢 开演唱会 那么地理位置来讲呢 西北他是处于芝加哥的西北部 他是这么来的西北啊 不是他在美国的西北 离芝加哥呢 要一个小时 而且呢 这个学校呢 就在大湖边上 校园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芝加哥呢 又是跟中国呢 北京啊 上海啊 都有直飞的地理位置很好的 那杜克呢 是在北卡三角洲的地区 那么这里面呢 没有非常大的城市 所以如果从地理位置 从生活的安逸性方面呢 那么芝加哥呢 会更好 另外就是从就业前景 那么芝加哥呢 是美国的超大型的城市 除了纽约 洛杉矶 芝加哥呢 排的第三的 他的制造业 金融业 医疗 服务业 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实习啊 就业啊 有很多的机会 就比这个杜克呢 机会要多 但在安全方面呢 西北大学 杜克大学 都是非常不错的 西北大学呢 他不是在芝加哥的中心啊 离芝加哥 还有一个小时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区 那杜克呢 他是在比较小的大学城 他的安全呢 也是很好的 所以这些呢 就是我对这两个学校 做的一些比较 但是呢 最终的选校呢 也不能只看排名 也不能只看学校的 硬件呀 软件呀 还有最重要的呢 要看你的学生 你这个孩子呢 更适合哪样的文化 孩子将来 想在哪个方面 有更多的发展 比如说我想 读医呀 读法呀 或者读商啊 或者读工程啊 再有呢 要看学生的成熟的程度 比如你学生 如果需要 更多的关注 那可能呢 杜克呢 给你每个学生的关注 可能就会更多 如果呢 学生希望 一个更活泼的 校园的环境 那可能西北呢 对你更适合 所以呢 最后的决定呢 还是要看学生自身 好 关于西北大学 杜克大学的比较 今天要讲到这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美国求学就业 找后人 我是常老师 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